爱生活 爱旅游 大家好 欢迎在8点10分准时收看 咱们的旅游探路者 我是金波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易扬 在上期节目当中 咱们新加坡熊市大玩家 给大家推荐的 有这个小巴黎岛之称的 印尼巴旦岛 这里有非常美丽的沙滩 非常和静的阳光 有舒适的这种 私人度假的游泳池的别墅 当然大家还可以在这里 尝试一下攀岩 还可以在海边 享受非常惬意舒适的 精油SPA 那么这期节目 我们还将继续带领大家 为大家推荐 巴旦岛上其他的 好玩和好吃的一些项目 对了 而且我们今天 要去到这个地方 可以在古代和现代之间 进行穿越穿梭 可以在现实和科幻之间 来回变幻 说起来我也想去看一看 只要你想得到的 在那里都可以做得到 不过听这个易扬 说的这么玄乎 咱们究竟去看一看 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究竟有什么 吸引到我们 有什么样奇特的地方呢 赶紧来瞧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电影是现代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娱乐项目 一部好的影片可能会被人们重温好几遍 但制作它的大公司呢 大多数都是让人感觉到陌生的 就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精彩的电影片段 很多都是大家熟悉的好电影 它们呢都是来自于Infinite Studio 无线影视制作公司的作品 它的总部设在新加坡 而这一座占地4000平方米的工厂 就是他们在巴弹岛上的影视基地 还有老式照相机 其实这个老式照相机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 不过呢这属于新潮的老式照相机 新潮的 因为在以前的老式照相机里面 他们是有那个气压的那个 对对对 可是这里呢是直接按的 直接可以按 这个位置 说到影视基地 大家可以想到啊 这里有不同国家 不同年代 不同时空的模拟场景 这个房间就特别适合于五六十年代的剧情拍摄 带写书信的书桌 老式的相机 中国的旗袍 这些富有代表性的装饰 让人有一种魂抱过去的感觉 这里就是他们的贵宾休息室 说不定这张椅子 安吉丽娜朱莉就坐过哦 听说来到这个休息室的明星 包括像范文芳 李明顺 立威廉 陈冲等等 歌星 孙燕姿 蔡健雅 林静杰也来这里的摄影棚拍过MV哦 别看现在是空空如也的大房间 当有电影需要制作的时候 这里就会被装成像外太空 海底世界 火山爆发 暴雨伤红等等像一些场景 各种各样特殊的场景 在这个地方都能够做得出来 大王的游戏 大王的游戏 它是由日本的制作公司投资制作 日本电影 就是在这里完成 哇 这里确实制作过很多大片哦 这条唐人街 看上去比牛车水更陈旧一点 店铺 药房 服装店 颇有老上海时期的味道 无线影视制作公司 除了拍摄了很多优秀的电影作品之外 它还参与了Discovery Contender的制作 毫无疑问 无线工作室就是一个综合了媒体娱乐 和创意服务的制作公司 来到巴蛋岛 去这样世界顶尖制作公司的摄影棚里走一走 逛一逛 你会不会拥有一种穿越时光的感觉呢 每一个旅行目的地 没有美食那都不算完整的 在离开巴蛋岛之前 还有一餐美食在等着咱们呢 Tory Beach 度假村里开设了一家日式餐厅 大厨呢 都是特意从日本邀请过来的 从他的手法 咱们就能看得出来 他身后的公里 我们在Tory的度假村 居然还可以吃到正宗的日式铁板烧哦 太有口福了 看一看味道上面 有没有什么加工啊 有些惊喜会更多的惊喜 来啦啦啦啦啦啦 这里这里 来啦啦 豆花 来 你先尝尝吧 你们尝啊 我们尝这个啦 我们尝这个 它旁边还有一点油哦 油啊 跟它的这个 这个肉啊 一起吃到嘴里应该感觉很不错 嗯 而且我跟你讲 有这个黄油的香味 嗯 哇哦 嗯 很多汁啊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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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喷射出来的那种感觉 嗯 哇 啊 啊 这是饼 对 放在里面一起炒一炒 对 哦 嗯 好香 这就是咯 铁板烧的冰淇淋 哇 OK咯 哇 诶 它 懂不懂 有没有 看 它一边要两个连起来一起吃啊 蛤 要两个一起啊 怎么吃啊 它才会有冷热的感觉嘛 有 是这样 对不对 这样吃的吗 我已经先尝了冰淇淋了 哇哦 我一边冷一边热的那种感觉 太棒了 来 我也试一下 我也试一下 哎呦 你可以蘸一点这个汁 这个汁酸的 跟那个冰淇淋的汁 对对对 正好的一个搭配 这个橙汁跟这个柠檬的味道 好浓啊 好香啊 在这边除了能够吃到日本的美食 印尼的美食 包括一些华人的美食 和西餐的美食以外呢 还有更多的惊喜 哇 你说 哦 太好期待了 得喝 加入我们熊市大玩家 大家一起来 享受熊市大玩家 熊市大玩家在这里等你哦 在Torri Beach除了日式烧烤 还有很多菜式公民选择 像印尼菜 新加坡菜 泰国菜等等 你还可以和你的心上人 选择在寨桥上一边喝着香槟 一边慢慢的欣赏落日 你看哦 西洋西下的地方哦 是属于新加坡 哎 那边是新加坡 对 那边是新加坡 在这样的情况下咯 我们欣赏着日落 喝着鸡尾酒 和这里吃着这里的烧烤 等一下还有很多的烧烤的惊喜 会上来 我也有点迫不及待 因为我肚子很饿啊 哇 我也是啦 哇 太浪漫了 在这样的美景下 还有什么烦恼忧愁 是忘不掉的呢 来到巴弹岛 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束缚两个字 在这里 自由是一种奢侈的心境 更是每一个孙世人 不可或缺的生活状态 一次行程 两个国家 去哪些景点 怎么样安排路线呢 都可以由你自己决定 说的没错 只要您报名参加 熊市大玩家 您就可以做得到了 而且呢 可以完全的按照您的方式 和要求来一场 私人定制圣殿 说的没错 其实呢 不仅仅是咱们这一次 这个新加坡 印尼五天自由行 什么是大玩家 还可以给大家安排 其他像东南亚国家 包括世界各地的 一些自由行的安排 给大家推荐 符合您的心意 如果您对我们 这个节目感兴趣 想也以这样的方式 去旅行的话 那就赶紧的拨打 咱们的咨询电话 是08515377093 当然也可以登陆到 咱们的微信群 进行咨询和了解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是这样了 也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同时间 不见不散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